首先请您找到智慧型手机的图片 按滑鼠右键复制影像 回到PhotoPeace后 请开一个新的专案 预测它会截取剪贴部预测的大小 按下建立 按下Ctrl加V 把图片贴上 接下来我们可以按下Alt键 搭配滑鼠滚轮 把图片放大一点 使用钢笔工具 将手机萤幕的外围框悬起来 使用钢笔工具的时候 请选择路径的类型 接下来进入路径面板 将现在的工作路径转换为选取区 在选取范围的部分 我们加上一些语化的效果 来模拟手机萤幕边缘画面模糊的感觉 完成之后我们再把选取区做一个反转 保留外部的影像范围 接着就可以把这个图形加入光炸 遮造的效果 这样我们手机的画面就挖空了 接着找到铁路女孩的照片 按右键复制影像 回到PhotoP之后 在背景图层直上按下Ctrl加V贴上 使用移动工具 将图层的显示范围 显示在大约这样的位置上 现在我们回到手机光炸遮造的部分 使用多边形套索选取工具 将铁轨延伸的部分把它框选出来 如果在绘制的过程里面发现 有点选的位置有错误 可以按下键盘上的Backspace 就可以将它清楚 重新再继续画图 绘制完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个选取区 您可以按下键盘上的Escape 结束它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填上黑色 手机上荧幕下方的范围 现在就也会变成透明 就能够显示出下方的铁路轨道 接下来我们要来输入文字 文字的部分在Photopee里面 除了可以使用它内建的字体以外 也可以透过载入字体 从您的电脑里面加入您想要使用的字形 在内建的字形里面 如果您看到后面的Preview是显示预习 就代表这个是中文字体 现在我们来载入一个电脑上的字体 轻松收接体 载入时它会询问 是否下次自动载入这个字形 如果你按下确定 每次打开Photopee的时候 就会自动把这个字体载入进来 目前Photopee在显示中文字形的时候 名称会采用它的英文名字 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预习两字 知道这是中文字形 如果以后不要再自动载入这个字体 可以从编辑内部储存 把不要的字体勾起来按下删除 最后你只要设定好适当的文字字体大小与颜色 就可以完成我们这次的练习档案哦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